影响您最深的老师是什么样的老师呢? 这个单元要带您认识一位很另类的老师 他叫做宅宅 有人说他看起来就像个痞子 确实他当年正是个叛逆少年 混帮派雇场 但现在他却成为帮助设置到青少年 学木工跟铁工技艺的老师 而且坚持不离不弃 要赋予这些青少年选择自己人生的能力 而宅宅这样的转变跟坚持 其实就因为他自己青少年在江湖打滚的时候 几次的危难关头 身边的人都没有放弃他 让他如今也愿意留在需要的孩子身边 等待他们成长 带您看这位江湖老师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住在台北市的乡下小孩 这首歌指的是台北摄子岛的孩子们 徐定瑞是这个乐团飞行约翰的主唱 小明仔仔的他也是这首歌的作词人 强烈的快拍节奏仿佛想撼动摄子岛 沉闷了半世纪的禁锢空气 歌词描绘摄子岛被政府规划为水患来临时的制洪区 因为要放给他烟 从此被禁止发展 小明仔年纪轻轻又住在台中 为何对摄子岛有如此老成又细腻的观察 这一切得从一部纪录片说起 本业做雕塑的他曾是文化部艺术特区的驻站艺术家 2016年夏天 火摇用这一身技能教一群少年完成兼具的挑战 设置到充斥的资源回收场 这里的少年用废物改造单车 在巷弄间奔洒着青春岁月 我没有在关边怎么看我 我就骑我的 我没有在车小医 这就是我的车 就是你看他还在喊着脚 然后他还敢骑在路上 你叫什么 而纪录片就是要纪录宰宰 教这群少年们 利用摄子岛回收场的废弃物 打造一部象征自己家乡的寄居卸车 我们在整个八个月九个月当中 一直都在捡东西 就跟那种他的生态一样 继续下去不断在捡东西 捡东西他让资源让他慢慢长大 然而要十几岁的孩子 坐一部车谈何容易 所有技术得从头磨练 其实你做这个东西 根本从头到尾不需要两个小时 你知道吗 你现在花了四天再做了 你就是假的吗 你就是说等我 很厉害的我这样做 我一定做得比较 比较最好 你从汉街到木工 到索罗斯这些是三件事情 没有一个是一次只有做对的 你会浪费两个礼拜在那边干什么 我好想吃一下 我好想吃 三个比较爽不错 三个就是 三个就是睡 打动就是睡觉 睡到下一节下课再起来就蛮料的 放假全泡在工厂里 这样辛苦的过程 让习惯混日子的孩子们开始怀疑 这是不是自己要的生活 于是这些孩子一一退出 如同寄居蟹缩回了自己习惯的壳 最终只剩下宅宅 那段时间常常都只有他一个人在工厂 我每次去拍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要走 我说你走 你解脱了我也解脱了 然而仔仔却一个月又挨过一个月 漫长的等待在车子完成前夕 终于少年之一的杨阳回来了 一路南下往高雄挺进 这趟将近400公里的路途 是寄居蟹爬出了摄子岛 更是痒痒打破家乡 无法改变不能进步的气氛 爬出了停滞的世界对外看头 而当车子再次回到摄子岛 大雨中镜头捕捉到痒痒睡变的刹那 从第一天进去的时候到现在 教了很多 这其实 我就不太会表达 就你一个人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用 会让人难过 我觉得你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不是要讲什么 但是没有人像我一样这么幸福 可以遇到这么好的老师 那你长大以后 你长大以后会跟我做一样的事情吗 我会啊 你条件没有条件来去帮助我吗 这样就够了 我在他们身上看到那种彼此加油的那种力量 有时候是背对背 有时候是不看彼此的 但是我们一起往前走 这个东西其实 会更笃定他们之后 付出还是协助别人 梁洋 她是社子岛的小孩 然而如果仔仔当初跟孩子们一样也退出了的话 这美好的转变就不会发生 她既不是纪录片设定的主角 更不是社子岛人 在放弃比坚持更合理之际 她为何要死守 应该是我不可能离开的 就是 其实就有点像 15年前帮助我的人一样 就是我们都应该在 人家最需要帮忙的时候留在她身边 这一颗她脑海闪过太多画面 眼中有太多沧桑 原来在在国中时遭受霸凌 小小年纪就开始学习用拳头解决事情 国中毕业后休学 每天骑机车交女友 混撞球间 故赌场 过得迷惘又荒唐 好不容易混上高中后 仍然在江湖打混 有一派的老师每天罵我们是垃圾 王八蛋 然后就是 你就是浪费国家粮食 浪费社会资源 这样混日子的生活 在她加入学校社团后 出现了转机 李荣峰是仔仔高中社团的武术老师 擅长传统武术和日本见到 一身功夫的她和仔仔第一次见面 就爆出了火花 她就问就说 有没有练过学的 有没有怎样 你要说很拽 就是制服就扣 解开两个这样子 你就一点想要跟她垫口笔的样子 结果我那天晚上就留下来跟她单挑了 就看起来很秋的小孩子 让她来的时候她就是一副 你们在这边 把一个像在蹲厕所的姿势 这样跟我讲说你会变得很强 这样会变强 就这样子 我就证明给她看啊 就是这样会很强 怎么证明 揍她啊 两人当晚的比试 让当时节奥不循的仔仔 才开始学习沉稳 她称李荣峰为拳头师 跟着她学习武术和剑道 帮体内狂暴的怪兽 找到合适的发泄管道 因为以前 你跟人家街头格斗的时候 都会有些后续嘛 比如说 呃 法院啊 警察啊 然后 或者是双方又要巧了要干嘛 但是你像你打那种剑道 还是打什么 它不用耶 结束就结束了 你把人家打到半死打到手断掉了 OK 你还可以赢得掌声 那其实她就眉眉甲甲嘛 你要先磨掉她的灵脚 你再跟她讲道理她才听得懂 所以我都打她们的时候 都用爱打她们 而再在认识李荣峰之后的种种改变 她母亲都看在眼里 回家啊 会带那个 箭道的工具 就是箭道的箭啦 护身啦 护衣服的啦 还有帽子啊 那些东西回来 她就说她见到老师给她用的 我说见到老师怎么那么好 她老师还叫我每天要写书法 其实李荣峰教的不只是拳脚功夫 而是一套传承自师们的信念 是一套处世之道也是生活哲学 然后在每一次训练的过程里面 再跟她讲道理 因为武术的修为需要德性 来相辅相成 叫武德啊 最基本的就是人意理智性言勇 除了李荣峰之外 让仔仔改变的 还有她在江湖池无难关头中 邋遢一把的人们 我很常会在人生很低落的时候 会遇到有人送看给我 那个心情的感受是 是很 是很 无畏杂成的 这些感受 点滴在她心头酝酿着 所以在她有能力时 也愿意送探给别人 就像对杨阳他们一样 纪录片杀青后 师徒俩仍不时联络着 这一天杨阳来到台中 仔仔顺道带她 一起去铁工厂 跟更多专业师傅们学习交流 看了吗 走 拆解图 它的1950跟1804 都在这里 这里做一个 模具 上下 一压 它就会成形 你看她跨度这一步之后 她开始完焊接了 她可以再跟所有的工业产业的人交流 而且她最有本钱 就是她只是个16岁的小孩子 一个16岁的小孩 你会焊接 这已经是一个很 很厉害的事情 不仅如此 宅宅也打开仰阳的音乐世界 我们来为 我们来为大家介绍这个新团圆 可以喔 新的其他手 可以喔 可以喔 先 硬举个20下 深蹲 深蹲 先深蹲 深蹲就台湾 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来 弹一下 好 OK 深蹲 好 哦 如今洋洋也开始认真的 学起电吉他 知道说 探接的这个师傅也有在玩吉他 对对对 我还没经常 空弦的时候 教教一些基本的尝试 比如说音不准要调音 诶啊 人家 你俩帮你用不会跟人家谢谢 没礼貌 而就像李荣峰教宅宅武德 看似小痞子的宅宅 也随时在细微处教洋洋 你带人主事 知道吗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OK 直接加入了 如寄居蟹般爬出了摄子岛的少年 世界从此更大 有着更多的选择 我跟杨阳讲说 你以后你不做雕塑 不做焊接 不做我在教你东西都没关系 我只是想要藉由这样子的训练 去让你自己知道 你们应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 所以我只是在帮助你 让你有更多达成这些机会的能力 不论是李荣峰或是宅宅 他们都不是典型的老师 但他们传递的却比书本知识更有价值 那是对人的温暖 是一份愿意为了别人更好而付出的心意 在他们两个身上 其实看到一个很强烈的东西就是 生命是可以影响生命的 生命可以带着生命 往一个非常好的方向走去 你影响别人好的 那别人再去影响好的 就是一个传承下来的那种感觉 你也把那个种子再播给别人 你们就会被人打乱一下 和我在街上的温暖 之间的反而是 太绽通了 你们都只会被独播 未经许这个機会 你们又不可能